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7月8日星期四早上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今天早上有一宗好爆料要跟大家說 這宗消息 其實明報和立場新聞 分別都有作出這個報導 但兩者之間的內容有多少差異 明報的報導更詳細 我選明報的版本和大家分享 明報說他們是接獲匿名投訴 指稱入境處處長歐家宏 和海關關長鄧以海 在今年3月初 跟某國企高層 在灣仔一個高級私人會所聚餐 涉嫌違反限聚令被票控 這個犯局當然不止這三個人 據說有九個人遭到票控 而在這個犯局裏 其中有一個人 涉及到一宗強姦案 警方在回應明報查詢的時候 在今年3月3日 接獲到一名本地女子暴案 在3月2日晚上 在住所裏被強姦 警方在調查後 拘捕了一名本地男子 並落案起訴他 一項企圖強姦罪 由於案件已經進入了司法程序 警方不作評論 警方還說在調查期間 警方發現 有人在3月2日晚上 在灣仔一間餐飲業務處所聚餐 違反限聚令 於是按照規例 向九人發出了定額罰款通知書 警方並且檢控了處所的負責人 警方發言人口頭補充 警方說這九名人士已經繳交罰款 而涉事處所負責人 在6月15日也上了庭 明報再向警方追問事件的詳情 警方說沒有補充 明報也曾經向入境處和海關查詢 到底入境處處長歐家宏 和海關關長鄧以海 有沒有出席相關的飯局 以及被票控 海關昨晚回覆了明報 說警方較早前已經回應 沒有補充 入境處是沒有回應 另外 明報也向兩名紀律部隊高層查詢 兩人都說事件很敏感 不願意透露詳情 而明報 在上個月接獲了一個匿名投訴 指稱有一名中國籍女子在灣仔一個私人會所晚犯 後來被一名有人強姦 據明報的了解 罪餐和強姦案發生的地點是不同的 這就是明報的詳細報導 這個版本明顯是和立場新聞有些不同 因為立場新聞所說的方向 主要是聚焦在違反限聚令方面 對於這宗老強案沒有著墨 應該只有明報有說到這宗 其實整件事來講 相當內人尋味 首先就是 究竟哪一個人涉及到這宗老強案 暫時來講 就不知道他的身份 只是知道他是有份出席私人會所犯局 好了 究竟這個違反限聚令 是怎樣調查出來的 究竟 這些參與人士是當場被執法人員斷政 還是警方在事後作出這個老強案調查時 順藤摸瓜查到有這個犯局出來 然後事後補菲向這些出席犯局的人士 發出了這個限聚令的票控 裏面就沒有提及到 這個也是很引人遐想的 如果說是當場斷政的話 其實就有一個先決條件 就是必須要有一個 沒有份參與這個犯局的人士 他是得知有這個犯局的存在 而在犯局進行期間 他就特地走了去篤灰 舉報 而執法人員又剛好趕到現場 才能夠當場斷政 就是牽涉到有些影子 有些鬼在這裏來篤灰 但是 裏面參加這個犯局的人 全部都似乎是 達官貴人 又海關關長 又入境處處長 又國企高層 九人就發了限聚令的告票 立場新聞就說有十個人出席犯局 不知道九個還是十個 反正 都是有一大盆人在裏面 究竟是不是當場斷政呢 我就是有多少懷疑 反而另一個的可能性就是 警方在調查這一宗 所謂企圖強姦罪的時候 可能就按照那名女事主的作弓 就找得出這個罪餐出來 然後就事後對於參加的人士 作出了票控 可能這個機會 還比較大 如果這個可能性是屬實的話 即是警方事後對於這九名人士 發出 這個票控的時候 是知道了他們的身份 即是照樣會發出票控 好了 另一個問題就是 到底那一名被老強的女事主 是有沒有出席這個犯局 據《明報》的報導所說 就說他們接獲到匿名投訴 就指稱這名中國籍的女子 是有去到這個灣仔的私人會所裏面 參與晚飯 即是說在這個飯局裏面 大概我們會知道有四個人的身份 一個就是 入境處處長 一個就是海關關長 一個就是某國企的高層 另一個就是這名中國籍女子 究竟那名被拘捕的人士 是甚麼人 當然相信 不是 只是官長 或是處長 應該就不是 因為現在人家經常走出來發聲明 諸如此類 一定不是這兩名高級官員 究竟是誰 都很難推敲出來 因為資料太少 好了 網路上有些說法 說這件事是否背後牽涉到權力鬥爭 我覺得 這個說法有多少牽強 為甚麼這樣說 因為 現在要說 原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升了 政務司司長 原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升任了 保安局局長 如果這個事件牽涉權鬥的話 就是當初大陸都不知道要升哪一個做保安局局長好 我又覺得不是 不是這樣的情況 大陸一早就已經很欣賞 原本的警務處處長鄧炳強 就說他在這個反修例事件當中好做得事 已經是對他有很多的 宣傳表揚 如果真的要找一個紀律部隊的頭 去升做保安局局長的話 其實鄧炳強也可以說是唯一選擇 其他的紀律部隊的頭 根本上就是沒有這樣的競爭能力 或者根本上就沒有獲得到大陸的垂青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權鬥的說法是有多少牽強的 因為 鄧炳強也不需要 借這些事件來 貶抑其他所謂的潛在競爭對手 因為其他的根本上都不是競爭對手 哈哈哈哈 是沒有得爭 所以我覺得這個說法我就有點牽強 另外的就是 這件事 其實肯定就是會為入境處長和海關關長蒙上的陰影 這個肯定 因為 外間的觀感是怎樣 就是你出席一個這樣的飯局 首先已經是違反了限聚令 因為當時的食店限4個人 你又不守法 你又變成去 九個人出席 那你就已經突張了 好了 第二件事就是 這個就更加重要 為何身為一個紀律部隊的頭 你是會跟一個 疑似強姦犯 同台吃飯 這個給外間的觀感一定是不好的 雖然是不關你的事 但是人家就會質疑 究竟你交憑結幼時有沒有大眼認識人 到底你平時 那個朋友圈是認識什麼的人 是不是一些私德有規的人 一定的觀感是不好的 另外就是 為何在這個飯局裏面 是有一名的國企高層在場 其實這個飯局的本質是談些什麼的 到底那個性質是以娛樂休閒為主 還是有一些業務要欺負傷 沒有任何一篇報導提及過這些事 而且因為這兩名紀律部隊的頭 剛好線都是涉及到一些邊防事務 入境處長和海關關長 都有份管邊防事宜 剛好線裏面又有一個國企高層在場 到底談些什麼 為何會跟一個國企高層同台吃飯 這些就是一些懸疑的問題 解答不了 因為太少資料 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 警方在發出限聚令票控的時候 就不多給面 因為 裡面又有入境處長和海關關長 國企高層 照樣要收到這個票控去交罰款 但是大家都知道近期有一件事 就是這個 同軍的晚宴 在三月尾的時候 這個同軍總會 就開了一個晚宴 裡面就是 什麼第一屆行政人員高級訓練班的畢業禮 並且還有 百人去參加 但後來警方就說 這個晚宴沒有違反限聚令 那個百人都沒事 這個也不知道只有九個人 還是十個人 都是照樣遭到票控的 肯定不給面子就是真的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